男子发烧去医院看病 结果竟丢掉了自己性命 家属为此悲痛欲绝 直言医院根本没有做出抢救 而是放任他死在大厅里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眼前这个哭得气不成声的女子 便是死者的妻子张女士 面对记者的到来 她悲痛地说出发生在她丈夫身上的事情 事发当天 张女士的丈夫邵先生因为喉咙痛 并且伴随着轻微的发烧 便与张女士一起来到卫生院进行检查 本以为开点要回家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哪知道医生在检查完毕后 立刻要求他们去大医院进行查看 来到当地中医院的邵先生 被诊断出患有急性呼吸道感染 在打完退烧针后 医生告诉邵先生可以离开了 如果明天身体还是不舒服 就来医院再打一针 然后她打完针之后 然后是早上还是疼 然后就跟那个大夫说 她说那不行的话 你就明天来看看那一个 那个耳皮猴磕去看看吧 他就说那也行 那我们这不就赌了吗 你们可以赌了 打完退烧针 结果当晚凌晨三点 邵先生便被疼痛惊醒 疼痛难忍的他为了不打扰家人休息 独自一人来到医院就诊 可哪知一个小时候 还在睡梦中的张女士便接到了 从医院里打来的电话 对方的一番话 让他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 男子因为发烧喉咙痛 凌晨三点独自去医院看病 结果妻子却在一个小时候 收到医院通知丈夫死亡的消息 谈到邵先生的离世 张女士忍不住抹了抹泪水 事发当晚张女士在迷迷糊糊中 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对方告诉张女士 她的丈夫现在情况危急 需要她立刻赶往医院处理 这把张女士下了一击灵 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发烧喉咙痛 怎么会演变成要人命的地步了呢 来不及多想的张女士 穿好衣服后赶忙来到了医院 可刚走进医院的大门 眼前的一幕让她当场愣在原地 只见邵先生躺在医院的地板上 全身僵硬失去知觉 身上紧紧盖了一件薄衣服 这让张女士难以接受 让人感到不幸的是 此时的邵先生已经离世了 为了调查真相 张女士查看了医院的死亡报告 结果从中发现了端倪 4.23碗10秒 你看心电图 没有呈直线 都没有呈直线 4.10碗到4.47碗 这是耽误了37分钟啊 一个大活人就在这 一会怀迷着 就躺在这个冰凉的机面上 一直到中午 把17院到编译馆的时候 医院也没采取什么措施 原来 医生给出邵先生的死亡时间 是凌晨4.33分 但是根据新电图的展示结果来看 4.47分的时候 邵先生的心脏仍有跳动 那么作为医生 为什么要眼睁睁地 看着一条生命流逝 而不出手救治呢 要知道急诊室的位置 距离邵先生死亡的地点 不过短短几步路的距离 如果医生在那个时候 把邵先生推进急诊室 或许就会是另一个结果了 对于张女士的疑惑 医院负责人给出了答复 男子因为发烧喉咙痛入院治疗 结果一个小时后死在了医院大厅里 邵先生离世后 他的家人一致认为是医院抢救不及时 造成医疗事故才导致患者身亡了 但是医院方却大喊冤枉 表示自己已经尽力了 医院的院长告诉记者 事发当天 邵先生刚入医院不久便突然发病 周围的医护人员赶忙围了上去进行抢救 之所以没有移动到急诊室里 主要是害怕耽误了救援的时间 至于为什么医生在宣告邵先生死亡后 心电图上还有波动 则是因为在抢救的过程中 不断地使用心脏复苏等操作 从而造成无效的心跳波 如果张女士对此还有疑惑的话 院长表示可以让其他部门介入调查 他们不会在这件事上 做出任何弄虚作假的举动 我们建议通过商医院部门的鉴定 因为什么呢 公安 医生监督 食药局 他们都参与了 对相关的药品 对相关的一些材料 都进行了疯传 进行了调查 我们也继续配合 至于邵先生死亡的原因 则是因为急性喉言 为了验证医院的话是否属实 张女士拿着诊断报告 来到前一天为邵先生打针的中医院进行询问 可由于人已经死亡 中医院没办法对这件事做出确切的判断 只能由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鉴定后 才能给出最终的答复 眼看事情的真相扑朔迷离 张女士决定带着邵先生的遗体去做尸检 那么你认为这次事件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这里面对这次查看